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又是我冯伟光和大家论证的时间了 今个礼拜大家最关心一定是疫情 因为我们在葵冲村疫情就几何级爆发 我们的社交距离措施本来就说可能2月4日 即是年初四会放宽,不过特首已经说了就机会好未了 袁国勇教授甚至说我们面对这波疫情可能要搞两三个月 香港很多人就会很惨了,因为那个裁员、失业、结业潮 就会随时春节之后就分至答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是范团问题 而不是其他问题 谁知偏偏在这个时候在1月20日 欧洲议会就通过一个无约束来的决议 就说要制裁我们,说香港就出现人权的受侵犯 说香港的媒体受到打压 要制裁我们由北京到香港,即是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官员 包括我们的夏宝龙主任,张晓明副主任 以及我们香港的特首,保安局局长 其实我觉得真的想问,第一干轻底事 不要这么八卦啦,你欧洲啊,这是第一 第二,你说,啊,不是啊,可能真的出现所谓的人权问题 大家看清楚,香港究竟发生什么事 现在香港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疫情 你说,啊,不是啊,有些媒体受到影响啊 但你要记住,在欧洲好,在美国好,在英国好 所有媒体,比如触犯法律,或者影响国家安全 都是他们的法律一部分,都会受到检控 然后由法庭去判决的 以这个英国为例,它是前欧盟的成员国 它在2013年,当出现这个斯洛登的事件的时候 它是会偷,当时它还是欧盟成员的 它是会透过他们的国家安全的法例 就是逼使卫报一定要将斯洛登交给他们的档案 然后尚未公开的全部交出来 然后用锤子在卫报的地牢那里打烂它 即是那些电脑的硬件,因为它是用电脑去储存的 那就是说,不让你将来有机会可以复收回复原 这样赤裸裸的侵犯新闻自由 但是它们的国安法无远辜界,所以卫报都要低头 想回我们香港,现在我们用什么呢? 用一个煽动仇恨的罪行去检控这些相关的媒体 所以呢,其实煽动仇恨的罪行是一直都有的 英国自己有,欧洲都有,法国甚至对于一个赞扬恐怖主义的法例 都是不准的 所以为什么你有的东西,你又不让我们有呢? 因为根本是说不通的 好了,还有就是,你说我们有其他各种的行政部门,警察的暴力 那你又看回下,在2018年底一路延档到2019年 甚至2020年都有少量的法国的黄背心的运动 中间,法国警察是绝对绝对绝对是很暴力 我们香港的警察不会打到人永久相残 不会用真枪实弹,但是他们会用的 所以呢,大家要明白就是 根本他们是双重标准 其实目的是剑指我们国家 表面上就是说剑指冬奥 因为他们不服气,我们的冬奥呢 我绝对有信心会寻法得很好 但是更重要就是,他们看不惯我们国家和平崛起 他们觉得过去200年,都是他们百种人说了事 我不会先通仇恨,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 各有各做,我们国家和平崛起 我们没有去侵占民地一串领土 更加不会影响到欧洲 反而我们和欧洲的贸易,大家做得很顺畅 那你又何苦,你这班议员真是吃饱饭 没有事做,去搞些什么呢? 所以从这个他们双重标准 从我们香港是依法去治港 根据法来做 再从现在香港人最关心的问题 这几个角度看 欧洲议会这个做法呢 根本就是没有事找事做 根本是别有用心 对香港市民来说,你欧洲人防好疫 所以不要把疫情带过来 因为我们都需要和国际有联通的 虽然现在很多时候都有融段 通不到关,但终有一天都是要联通的 那是更好 希望你欧洲人做好你自己先 是吧? 让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外面的疫情传进来 像这次Omicron就和空笑有关 而空笑就在外面飞回来 所以麻烦你做好你自己 大家齐心协力 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大家都是生意平等 大家做好防疫工作 不要将疫情全球扩散 包括影响到我们香港 那我们就大力气低了 那些什么无约粗力决议呢? 无约粗力决议呢? 其实是政治表演 不如开玩一口气 集中精力 开玩些时间 防疫好感 好,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